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明明赶得上 又要我弄冬弄湿的 哼 害我知道了 请同学们 拿出书本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首先翻到第36页 没关系 就算我是被害才迟到的 我也不能生气 小栗子 方丈走 你又迟到了 怎么还待在外面不进来呢 被方丈发现了 小栗子一定是又睡过头了 所以在外面想借口 才不是了 我本来不会迟到的 是我娘害爷害我迟到的 是他们害你迟到的 方丈 我赶不上也觉得很生气 就在外面调整心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方丈 这件事说来话长 现在什么时辰了 爷爷现在什么时辰了 小栗子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我忘了叫你了 要迟到楼 你怎么又忘记了 我现在冲去学校来得及吗 应该是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了 爷什么事 还没刷牙洗脸 还得看看东西都带了 小栗子 小栗子 你别急着走 娘给你做早餐吃 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我现在就要走了 不行不行啊 你还没吃早餐呢 结果爷和娘又要我吃早餐 又要我刷牙 又要我洗脸 做完这么多事之后 我就迟到了 我本来可以不迟到的 所以我才觉得很生气啊 这些事不都是你平常应该做的吗 我觉得一天不刷牙 不洗脸 不吃早餐又不会怎么样 但这些是生活的规律 生活的基础啊 我平常会好好做啊 但是我觉得我娘跟爷爷 真的管太多了啦 我真希望他们不要管我 让我自己照顾自己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我们总是不想要父母管的太多 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这样吗 你想想 要是没有了家人的照顾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应该感觉很快乐 很自由吧 是吗 小栗子 你说你想要试试看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方丈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是我觉得还好啊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太不自由了 我想要自己管自己 我有那么烦人吗 爷 不是你烦人 是我长大了 好吧 既然你想试试看 那么娘就让你试一个星期 真的吗 但前提是 要整整一个星期 不可以中途反悔哦 不可以中途反悔啊 是啊 一定要尝试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独立自主的感觉 不然的话只是儿戏 好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还有要维持好习惯 每天刷牙 洗脸 吃早餐 娘 好 我都会做到的 那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 我睡过头了吗 爷 现在什么时辰了 小栗子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这件事 怎么好像发生过啊 你忘了 爷爷这星期不能照顾你啊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啊 好 既然我可以自己决定 那我今天就不要刷牙洗脸好了 小栗子 你今天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很好啊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这个 你嘴巴有点味道啊 有吗 有 而且挺严重的 奇怪 我怎么都闻不出来啊 小栗子 你知道这一题怎么解吗 阿福 你说哪一题啊 你用口罩 我的妈呀 哪有 你不要乱说话哦 小栗子 刚刚从我旁边走过去 我有闻她一口 摇摇的味道哦 小栗子 你还有眼屎哎 你真是太脏了 你不要再说了啦 我不要找你帮我的忙了 我去问别人 小栗子的肚子发出好大的声音哦 小栗子 你很饿啊 我今天快迟到了 就没吃早餐呢 也没刷牙 也没洗脸 但是我保证 明天一定不会这样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爷 现在什么时辰了 今天还早呢 你起来的正是时候了 怎么样 要不要爷爷帮你做早餐呢 不行 这个星期啊 是小栗子自立自强的时间 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好吧 爷爷老了 不中用了 小栗子 娘走 你看看 你的衣服太脏了 真的 要不要娘帮你做早餐呢 早餐不是小孩子会做的哦 不可以 这个星期我都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啊 我还是得看着你才行啊 你想做什么 跟娘说 娘来帮你 我要自己来 那不可以 做早餐可是要用到炉子呢 没有我看着是很危险的 好了 早餐想吃些什么呀 我想做个简单的就好了 那就吃蔬菜蛋饼吧 你要做蔬菜蛋饼啊 平常娘好像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应该很简单吧 你没有做过 这太难了 吃煎鸡蛋好了 我不要 我要吃蔬菜蛋饼 您教我 我一定要吃 好吧 趁还有点时间 就做蔬菜蛋饼吧 嗯 受孝剔 敬而信 饭爱重 而亲人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我对不起大家 小栗子 你最近是怎么了 怎么天天迟到啊 我今天本来不会迟到的 结果为了要做蔬菜蛋饼 你会做 加我 我以为我会啊 结果蛋壳打到蛋里 饼肩浇了好几块 别拥有不小心加太多 哦 本来不会迟到 结果还是迟到了 做早餐 你自己做呀 方正 我想试试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就跟我娘约好 自己打理自己 一个星期 亲身尝试 这倒不思维是个好主意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许这样 以后我就可以 已经几天了 一 二 三天 到目前为止 你的感觉是 我觉得有爹 娘和爷爷照顾我很好 我想我只要习惯一阵子 就能把自己管得很好 这是当然的 好好观察学习爹娘对你的管教 就是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 不要操之过急 可以慢慢来 方长您放心 我会的 好吧 先回座位 把书拿出来 上课了 糟了 小丽子又怎么了 嗯 我忘记带书包了 我想我应该还没有准备好吧 小丽子 那我送书包来给你喽 爷 谢谢您 谢谢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